翠花有孕之后更爱吃南瓜,每天不吃点南瓜翠花就感觉好像缺点啥,天来一向对翠花百依百顺,虽有些不情愿也只好搭拉着脸都囊着嘴,不情愿地切了半个南瓜,翠花因为身子有点不太舒服,今天便没去牛棚,天来听说后有些不放心,专门从牛棚赶了回来,看到翠花和孩子们都安然无恙, 她这才放下心来,翠花眼见天来回来,心里也是十分高兴,至少眼前这个男人对自己还是很紧张,也证明翠花在天来的心里是有一定的地位的,天来如果不回来看一趟,心里多少也有点没底,毕竟在尼泊尔偏远的山区,保留着一期多夫的习俗,优秀如翠花这般,吃苦耐劳的女人并不多见, 虽然谈不上上德厅堂下的厨房,但至少也是雷厉风行能够独当一面,保不齐那天天来就得下岗,这么一想天来便有了危机感, 其实翠花本人倒是完全没有这个心思,何况现在又有了老六,天来回来后坐在翠花的身旁,抱着自己的小棉袄,一边逗弄着女儿,一边陪着翠花聊天,享受着片刻的天文之乐,玉米面团在锅里一直搅拌均匀后,便可盖上盖子,小伙们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 玉米面团煮好后,董事的二女儿帮着在炉火上架上炒锅,准备煮菜。 随后天来切了半个老南瓜,直接倒进锅里,锅筐里架出摘来的前麻叶,放进锅中煮了起来, 翠花就是个吃草的秘密,即便已经是炎炎夏日,有孕在深的她口味也变得更加挑剔,非要吃前麻叶煮南瓜,平时天来不在家中,今天难得回来一次,便自告奋勇帮翠花做饭,要是说起来,我感觉天来多少有点虚弱,夏季已经来临,翠花和孩子们都穿着短袖裙子, 天来还一身上下舞得严严实实,外面还裹着一件夹克衫,头上还戴了一个厚厚的运动帽,天来酷爱帽子,一年四季从来也没见得摘下来过,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头发,即便是睡觉,她也是戴着帽子睡,不知道是她的个人爱好还是其他原因。 你别说,天来戴上帽子比不戴帽子要好看不少,一般脸小的人适合戴这种运动帽,如果是个大脸盘子再戴上帽子,就会格外臃肿难看,前麻叶可敬塞到锅中,直指装不下为止,随后盖上盖子,小伙们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不多时,前麻叶在热水的作用下变得柔软细腻, 接着用木棍在炒锅中反复踹打揉搓搅拌,直至变成一锅碧绿的青草汁,这便是他们一家人最好的下饭菜,冬季里当地人都靠这种蔬菜维持生命,夏季他们偶尔也会煮上一锅尝鲜,在天来的一桶操作下,不多时,饭菜便已做好,一家人坐在蒲尾席上准备吃饭,平底盘子上产上两勺面团, 再浇上两勺碧绿的前麻草汁,一家人顾不得烫手烫嘴,直接用手揉搓着大口大口吃了起来,这种在咱们看起来略微有些简陋粗糙的食物,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,吃过饭后天来没有急着离开,考虑到翠花的身子越来越不方便,天来从水龙头下接来一桶清水,帮着把山坡上翠花种的小白菜逐一灌溉一点, 天来眼见翠花的身子越来越不方便,所以每次到家都主动尽可能多地承担一些家务,当务之急就是给山坡上种植的青菜萝卜浇水,这是他们今年夏天要吃的主要蔬菜。 翠花之前也预感到今年自己要生个老六,提前在山坡上种植了一些萝卜白菜之类的蔬菜,这样等到身子不方便时,做饭就不愁没有菜吃。 接着天来还要扮演奶爸的角色,照顾着自己的小女儿,一边洗衣服一边在身子后面背着她的小女儿,她的小棉袄背得这样,背着很不舒服,不停地哭闹。 天来不得已只好把小女儿放在走廊上,随后找了件衣服便将女儿和小猫绑在一起。 这种奇思妙想,也只有天来这个天才能够做到,接着她就可以放心地洗衣服了。 天来的这几件衣服已经穿了整整一个冬天,现在夏季来了可以好好洗干净收起来了。 今天的天来表现得异常积极和开心,在她的内心里,也是盼着翠花再给生一个儿子。 这样她的家饮牛羊也算是后继友人。 天来洗衣服完全是搞形式主义。 裤子挂在水龙头上,利用水流来回重刷,根本就没有揉错的缓解。 全场也没有放多少洗衣粉,她们过日子都比较节省,能节约一点是一点。 再说她们的衣服主要都是尘土,没有什么油脂之类的污垢,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清洗。 天来一边洗,还一边拿起来闻了闻。 衣服上还有没有意味?这是她对衣服干净的判断标准之一。 天来一边洗着衣服,一边观瞧着小女儿。 她异常满足于眼前的平淡岁月,这也正是她喜欢的幸福生活。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